大S和汪小菲宣布離婚後 上個月閃電在婚中愛聚聚夜 似乎找到幸福的第二圈 不過六句卻傳出 大S一次在離婚前 就已經開始抱怨對婚姻不滿 在朋友圈的對話也被曝光 據東網報導 去年3月12日 是大S與汪小菲的結婚十週年紀念日 她事後曾在朋友圈留言寫下 謝謝各位的祝福 本來我以為當女明星是最難的 沒想到當媽更難 最難的是當老婆 十年來我沒去坐牢 往後就好好過了 看來似乎暗示著十年的婚姻 讓她覺得像是坐牢 另外汪小菲日前大動作 發文標罵小S時 曾向網友表示 是因為不忍心孩子叫聚君夜爸爸 才會如此激動 不過根據流出的截圖中可以看到 當時大S和兒子預告爸爸即將回家時 兒子竟哭喊要爸爸不要回家 希望他可以留在北京 此話讓大S不禁感嘆 真不知爸爸回來會怎樣 心累 對此大S尚未回應這些截圖的真實性與否 而根據Now News今日新聞 詢問大S經紀人 這節稿前也沒有獲得回復 這節稿前也沒有獲得回復 這節稿前也沒有獲得回復